据美国官方报道 20号中国继续进行战略导弹发射系列试验 这是中国在四周内的第三次试验 美国均用传感器探测到中国于清晨时分 在距北京西南267英里的陕西省 某导弹和空间试验中心进行了发射试验 美国判断这是采用发射警方式的东风5A型 射向了中国西部的沙漠地区 这则报道正值副总参谋长蔡英挺中将 和其他四名将军访问五角大楼 美国媒体就猜测中美两军的高层会谈 是否会提及导弹试射仪式 而英国检视防务周刊22号宣称 中国二炮部队于7月底试射了东风41洲际导弹 该导弹不仅大幅提高了射程 且能携带多达10枚分岛核弹头 打击不同目标 射程足以覆盖美国全境 著名军事专家彭光谦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表示 是否试射东风41是外媒的猜测 无从证实 但中国发展一些有限的核武器 目的是为了自卫 为了打破核垄断 并无他意 这是有限而有效的防御 姑且不论是否有东风41这一型 这个洲际导弹的存在 或者它进行到什么步骤 不过解放军二炮 对于它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或者中程弹道导弹 它的持续不断的发展和改良 精进 那过去几年一直在进行中 包括这个增加攻击的精准度 另外增加这个导弹的这个 战斗生存性 另外第三个最重要就是它的突防能力 特别是如何突破美国 这个反导系统的拦截 那其实说穿也就是中俄两国 因应美国反导系统的围堵 所进行一个这个反制作用 而中国战机的发展 也是西方媒体关注重点 美国洞察中国网站就发表文章指 中国战机一直依赖俄制发动机 这对未来中国歼10歼11歼15 乃至歼20战机的量产都将受到影响 文章指出中国未来五年内将投资100亿人民币 用于先进航空发动机的研发 文章预测 未来两到三年 中国将在独立生产高性能发动机的方面取得突破 但真正制造可靠的第五代歼20用顶尖发动机 则还需要五到十年 不过我们相信随着它的这个这个技术难点 技术瓶颈陆续获得突破 那特别是中国这个还聘请了很多这个外国的技术专家 还有在这个相关的科技上有所这个这个同步的这个发展 那突破最后的这个技术瓶颈应该是这个指日可待的 进入精力智能手机连线世界 来连线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 马先生您好 那美国打算在亚太再建两个预警雷达 如果这一套系统构筑完成的话 将对亚太的军事格局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新雷达布置在日本南部 并不是唯一的长城预警雷达 这种长城预警雷达早在冷战时期 美国在全球都是遍布 当时主要是针对前苏联 那么现在这种X波段的雷达 长城预警雷达的性能 在这个判别目标和这个多个目标等等 隐蔽的目标等等都有了很大的这个发展 它只不过是以前雷达的提升 而不是原来没有现在才有的 那它在日本一个在这个南海一个 在台湾已经有了 如果这些这个雷达长城雷达联网的时候 他们会对整个反导系统 其他的部分有很大的提升 比如说预警机 比如说这个间谍卫星等等 再有就是硬件就是反导导弹 爱国者三了 这个标准三了等等 这些这个软件和硬件配合在一起 构成一个反导系统 这个新的雷达到位 必然是对这个反导系统 整个的这个威慑力 有明显的提高 那您觉得美国的反导系统 主要的针对对象是谁呢 美国反导系统 它的位置是针对整个东亚 你说针对中国一点也没错 但是他说针对北朝鲜 这个是有点杀鸡用牛刀 因为北朝鲜的弹道导弹非常之薄弱 弹道核导弹四有四无 另外一个被针对的对象就俄罗斯的东部 当然俄罗斯的东部 它的弹道导弹瞄准美国可以通过这个太平洋 向这个美国方向发射 但是也可以通过北冰洋 这个越过加拿大向美国本土发射 所以针对俄罗斯 它在加拿大这个北部 有一道这个远程预警雷达的线 叫松树线 这个在冷战时期已经是构筑了 现在也估计会有这个X波段的新雷达的加强 总之在亚太地区布置的三个反导雷达网 主要应该是针对中国的 那您觉得反导系统的构筑 对于台湾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台湾它本身用几亿美元买到铺路爪 长城预警雷达 对它来讲这个作用不大 因为威胁台湾主要的是福建沿海 顶多就是东南沿海 这些短程导弹 不需要像铺路爪那样的几千公里覆盖的半径 当然它这个也是算是给美国的一个保命钱 把台湾地区也纳入了美国的反导系统 也就是纳入了美国的整个围堵中国的军事系统之一 对台湾的影响也是战略性的 那您觉得面对美国的反导系统放在中国的家门口 中国该如何才能突破呢 中国在对抗美国反导系统上与俄罗斯合作的可能性有多大 首先和俄罗斯合作的在政治上在外交上是一直在合作的 但是在军事上意思不大 因为美国打击俄罗斯或者说是威胁俄罗斯和威胁中国的弹道导弹 或者是战略导弹完全是两回事 一个是东南一个是西北 互相要是联网的话可能性不大 而且两个国家在军事在国防上面有很大的差异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 这个洲际导弹的数量应该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在这个核武库里边有三个组成部分 一个是陆基的弹道导弹 一个是海基 也就是潜艇在水下发射的弹道导弹 最后一个就是航程万里的远程的这个战略轰炸机 而中国呢 现在主要发展的不应该是在大陆本身发射的弹道导弹 你大力的增加这些用处不大 因为中国主要是被动防御 就是别人来炸你 你才反击 所以陆基导弹的生存能力比较弱 中国如果是要做这个二次反击的话 应该大力发展这个海基的 也就是潜艇 核潜艇潜射弹道导弹 这个比大力发展陆基的数量要更有效 那由于缺少足够数量的国产高性能 事实是中国不断的向俄罗斯购买这个先进的发动机 而且非常昂贵 数量非常大 一百一百台两百台 甚至三三四百台 这样买就说明了国产的这个国产发动机 还是没有能够过关 在种种技术 在材料上面 在加工上面 在组合上面 在这个电脑控制方面等等 都没有过关 这个是必然影响中国第四代 甚至第五代飞机的性能和大批制造 好的 也谢谢马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 分享您的观点 谢谢 谢谢